那我睡哪里啊 一般情况下 不都是把床让给女士吗 你应该少看见那种小说 熊어 你 我 二队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事 没有发现 收到 继续搜索 部队 部队 这边有情况 发开 喂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沐浸妍 醒醒 沐浸妍 陈墨自己去谁 陈墨 自己去谁 他女朋友的名字 陈墨 你怎么会出现 在我房间里 找到尸体了 我明白 但只要还没找到尸体 就总觉得还有希望 希望孩子们只是被拐了 希望是你弄错的 我不会出错的 是啊 尸人说了 尸体就在你指定的 三个地点之一 现在警局的人 都可佩服你了 以后 也会对你的指导更认可的 我的指导 原本就是最权威的 不需要任何人认同 我以前就问过你 但是你没有回答 像你这样一个 自认为是天才的大人物 为什么要掌我的助手 我对长安一窍不通 而且很显然你这个案子 也不需要翻译 你千万不要说你在同时指导什么一个 也不要说是我思维敏捷或者观察李强之类的 只要你看口 比我更符合助手条件的人 李叔能帮你找一答 你想多了 找你是因为你这个人不烦 而且挺好看的 而且挺好看的 我先回家跑路上 让我搜索一下 我没有发现什么二绿的人 或者可疑的行迹 如果有的话 立即报告 既然 我 我让你把博记者请过来 你怎么也跟着来了 快回去吧 这些都不是你该看的东西 我好多干了十几年的警察 都受不了这个 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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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车了 害怕了 我不想看 这是你最像个小女人的时候 不错 简直是个悲剧 反正我不看 您的体温和心率 我感到您有一点紧张 我没事儿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只是想给您一点安全感 真姊姊 赋势 刚才是 不像为止 发现了六个群尸体 显然这里还会有根部 甚至多过我们 记录资案的失踪人数 不是所有的孩子失踪吗 都会有人为他们保管 死因是窒息 根据博锦柱的鱼痕 和嵌流的尼龙纤维来 凶器应该是 最常见的尼龙伤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尸体会是这个形状 四肢 头颅 躯干 受害者是死后 被敌人切割成六个 然后再咬 凶手分尸 则 三个